绘画不仅是艺术的发挥 它更可以疏解人内心的压力 尤其是精神障碍的病患 透过绘画还有机会可以开创新的人生 二十多年来陪伴精神障碍病患 来从事绘画艺术创作的苏献龙 他就透过了绘画带领这一些病患 能够走出内心的阴霾 重新重建人生的希望 出生于高雄永安的苏献龙 师大毕业之后他任教于左营大义国中 之后转到台北服务 曾经担任历史博物馆导览志工 二十年前 苏老师在一个因缘际会下 担任了台北势力联合医院的松德院区老师兼义工 他用艺术辅导留院病人 也以绘画陪伴忠措生来重建信心 这些奏品他们原来是不会画 不但不会画而且拒绝画 他就是本来他画两个圆圈 老师画会好 他说你画什么 我画了两个苹果 可是到后来慢慢他自己也觉得 他已经被开发了 已经被开发 为什么 因为有人关心他 你跟他慢慢的要弃而不舍 慢慢陪伴他 然后透过团体的分享 他的信心慢慢建立 所以慢慢他越画就越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启发 一个艺术治疗 那这个治疗的方式就是要透过我们这个关心的人 这个关心的人基本的条件很简单 你就是要有爱心 去陪伴他 有神童在 去慢慢陪他 陪他 让他知道说 你真的是爱他 那个桥梁要搭起来 像我辅导重做生 那个来的时候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要当那个龙虾 又龙又虾 你不能看到他的行为 你就马上这个 那你这个桥梁就断掉了 身体有病 有人关心 心里有病 则是人人唯恐 避之不及 这是普遍现象 有时候连亲友也都会厌恶唾弃 造成病人被歧视 孤立 而苏献龙指导病患 透过绘画来疏解内心的苦闷及冲突 让他们慢慢敞开心胸 找回自我 重建信心 他是跟一般的那个 纯视节的欣赏 不太一样 因为他这个里面都是一些精神病患 他的亲身的遭遇 亲身的经历 那他们画的东西 不是画眼睛看得到的东西 他们是画心里面的感受 那他们的这个遭遇 也让我们看到说 我们需要去关怀他们 那经过绘画的一个手段 一个治疗 我们也看到他们会显现出光明 还有任人意想不到的一个一面 我们的社会 比较偏重在身体上面的一个病痛 那心理的病痛 我们都以为说 这个大概是 不然不是迷信的话 就会变成说 好像是故意找渣 好像是 好像这个小孩子 这个人好像是 要跟我作对 要怎么样 其实他不是的 他是一个心里有病 所以心里有病 更需要大家去关心 绘画过程大部分都没有给予命题 让学生可以无拘无束 自由发挥 没有理论技巧的捆绑 也不依照眼睛所见 而画出他们的内心所想 只求可以彻底打开 他们的灵魂深处的压抑 也能够帮助精神障碍病患 走出阴霾 曙光再现 重回社会温暖的怀抱 记者综合报道